那么未来的一个考试趋势和现状是一个什么样子 现状特别要说一下 说现状就拖不过2017年的这套卷子 2017年这套卷子 杰老师亲自到考场去体验了一下 包括我们也回访了我们很多2017年的学院 发现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 复习不好的同学反而觉得这条卷子好像没有那么难 复习好的同学反而觉得 哦这条卷子真的比我们往年的考试的试题要细的很多 零碎的点 知识点更琐碎 为什么更琐碎 我们这十多年的考试下来 长考的点都考烂了 再出题就显得出题都没有水平了 怎么办 找一些不常出题的点 不好出题的点 也拿出来给它硬凑成题 知识点更琐碎 更零碎 给我们同学其实带来了挺大的一个学习难度 因为我们之前只要把标题 把一些观念句记住了 应对考试没有问题了 甚至我们同学说了 而且就一个月背了背就去通过考试了 前些年 2000年之左右 或之前的确这都没有问题 不是2000年 是2020年前后 但是 现在的 再让你说简单的楼一眼背一背就去通过考试 几乎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刚才说了知识点更零碎了 不但知识点零碎了 我们以前常考的知识点怎么着 变活了 出题内容和形式也变得灵活了 所以说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 一个是范围上的扩大 再一个是什么 深度的加深 也就是说你得理解透弄懂 好吧 这是现状碎和活 我们管理考试 避不开这两个点了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2017年的第六题 这道题我们同学一看到之后就乐坏了 说这道题太简单了 六人死亡 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个事故等级 可以划分按照什么 三十三十是吧 同学跟着金老师肯定背过这几个数字 三十三十 怎么着 是不是一般交大事故 重大 是不是特别重大 特别重大 好了一看说六人死亡 是不是就是交大事故吗 答案就是A选项 选上A高高兴 这道题我还是会 答案是B选项 不是A 因为他考的不是按照什么 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去划分的 而是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去划分的 这属于特大伤亡事故 如果你教材看的不够细 如果你知道的不够多 怎么着呢 这个点你就掉那些影子去了 甚至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老师做的标打里边 选的都是A选项 选的都是A选项 也就是说很多老师在受课的过程中 他也没有注意到这点 根本也就没有讲这个点 对不对 你看一下按照事故的严重程度 也就是按照我们刚才的什么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来分类的话 死亡事故里边如果是三人以上含三人的死亡 就算特大伤亡事故 所以说这道题选的是B选项 题目以后就照着这个趣事出题 意想不到 给你买好坑让你往里跳 这道题最后的统计结果 接近有70%的同学已经跳到了这个坑 70%的同学跳进去 还有一部分说知道这是个坑 但是也没躲开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里边的划分标准是怎么划分的 这是我们说的考试的变化 那么第五个点 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学习 如何应对如何学习呢 在金老师这有这么一套理论 叫什么 我们要把知识分两块 第一块叫理解型知识点 第二块叫做记忆型知识点 一定要注意区分学习 理解的是需要弄懂弄会弄通的 记忆的 当然了我们有一个整体认识最好 但是他更注重的是什么 注重的是你的记忆 所以说这两块内容是要分阶段 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 你比如说我们理解型知识点 我们要怎么着 初期解决 越早越好 千万不要往后推 你比如说我们的网络图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赢得值 你比如说我们的因素分析法 这些需要理解 你比如说什么是组织论 这些东西 你必须在经讲课阶段 就要把它弄懂 弄通 弄会 初期解决 弄会搞懂 永远不会忘 但是如果是记忆性知识点 我就要求你现在听金老师的课 这两天你都给我背起来 5月之后考试 是不是你又忘记了 又忘记了 所以说记忆性知识点 我们前期不做重点要求 但是理解性知识点 前期你必须搞定 你不能说到考前一个月的时候 人家都在画重点背书的时候 你还在那弄网络图呢 说这个题怎么解 金老师 是不是 你不着急我都着急 每年到考前集训的时候都上火 我们很多同学还在问这个东西 我说你早干什么去了 对不对 我们前面开了那么多专题课 我们前面的经讲课程 我们前面后边期的强化课程 都在重点的突出这些事情 你不好好听 到考前集训的时候 在这着急忙活的问这些事情 你有这个时间去背一些记忆性的东西 你可能得到分支会更高一些 对不对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记忆性知识点 记忆性知识点不着急 初期叫做认识 逐步加审 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一口想把整个书背下来 不可能 那怎么办呢 我们通过多次见面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有经讲课程 为什么要有后期的还要课程 我们弄一边经讲 直接去考试不行吗 不是这样的 学习是要有规律的 对不对 就像我们同学 当然我们现在是通过网络见面 是吧 我也不知道你长啥样 你比如说我们面授 我们同学坐在我对面 对不对 一坐几百个人 两天课程 你想让我把这几百个人认识权 那可能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上那么两三四课 我对我们同学是有印象 至少在马中会见着 说这个人 哦我在哪见过 是在北交大的大礼堂上 今天老师我见过的 对不对 那我就能怎么着 把它给认出来 当然我可能不知道叫什么名 但是我知道 这是我们中业的学员 对不对 初期认识 逐步加深 然后怎么着 后期突破 不同的知识 不同对待 这是我们强调的 我们倡导的 学习方法和思路 好吧 这是我们该如何去学习 那好了 具体来说 我们把学习分成四个阶段 叫做学习记经 学什么呢 学是 注意啊 我们学习这两个字 是需要拆分来说的 学是干什么 学是听经讲 理解学透 而不是自己学 我一定强调的是 不是自己学 当然了 有同学说 杰老师你当然希望我们报班 不是 听这个课程的 一定是报了班 对不对 我希望你为什么一定要是 听经讲 而不是自己看书 我们有同学 拿到教材之后 自己给自己画重点 我说 你这画什么呀 他说重点呀 我说你重点在哪来的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挺重要的 重点在哪来 重点是这些老师 这些年的经验的一个积累 包括我们对 历年真题的一个分析 不是三两年就能分析出来的 听明白吗 一定是至少要在十年左右的一个真题 我们才去分析才具有规律性和价值 我们的经讲课程一定是怎么着 一定是把重点的知识给大家重点讲解的 通过经讲课程把重要知识 常考知识落到教材上去 一定要落到教材上去 你不让你手插兜里 在这听 磕着瓜嘴 在这听 喝着个茶 对不对 这不行 你得拿着笔 拿着教材 做笔记 听 画 这几个事情结合在一起 效果才是最好的 对不对 当然有同学说了 我喜欢开车的时候听 或我喜欢坐地铁的时候听 行不行 可以呢 只能说做摩耳朵 效果一定不如你坐在这板板正中的 拿着笔 在这记着听 效果来得好一些 听门了 第一阶段是学 学一下人家怎么讲的 老师怎么讲的 第二阶段叫做习 习是转化的一个过程 做习题转化知识 听完了之后 听完了那个东西 你只是说有了一个认识 有了一个理解 但是毕竟还是人家的 你想转化成自己的 你必须知道他考题怎么考的 知道我拿它来应用一下 才知道你到底找我没找我 我们是不是有提库宝典 我们中业的提库宝典 旁边配上二维码 干什么用的 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你拿手机 咔一扫 喂 我知道这道题 金老师就弹出了跟你讲一讲 提库宝典的作用 一定要把它发挥到极致 因为我们之前 这种题目是这样的 题目弄完了之后 卡 录上十个小时视频 放到旁边 就找这道题费得劲 对不对 费得劲 因为很多题你会做 也弄懂了 就没有必要听 那我只是去听 不会的 旁边二维码一扫 金老师弹出了 是吧 这些所有老师 你想让他弹出 他就弹出了 是吧 再一个就是 近五年的真题要 做会弄懂 清明白了 叫什么 叫做会弄懂 而不是做对 做对 你在做完第一遍 在做第二遍的时候 基本上错的就很少了 因为我们能知道 选什么了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弄懂了 你要问问你自己 问问你自己 要怎么才能算弄懂呢 比如说我们ABCD 四个选项 你知道A是正确的 同时你要知道B 为什么错 C为什么错 D为什么错 这是我们说 你要做到的 这样 因为我们的意见 的确这几年的难度 加大之后 有些学员是反复在考 特别是比如说 这个反复的考试过程中 他把真题都做得 做烂了 他跟我说 金老师 那真题我一眼一看 我就知道选什么 我说你知道他怎么对 怎么错吗 你知道他的背后知识点吗 这才是我们学习的关键 而不是去做对 那一个已经考过的题 那有什么意义了 意义不大 要弄懂弄会 好吧 第三个节目就叫做 记归纳总结 强化记忆 是不是我们后期 有一个学习 有一个课程叫做 强化技巧课程 强化技巧课程 干什么的 因为我们同学说 理解的我也理解了 然后那个计算题我也会了 但剩下的这个记忆量太大了 金老师 我这个听着课会做题 一离开课本 我就不会做题了 什么原因 是因为你没有归纳总结的这个过程 将重要知识点 归纳成图表 口诀 我们来重点掌握 重点掌握 这个我们后期的课程 会再见面的 会大家再详细的说 怎么去用它 第四个阶段 叫做经 这不是回到经讲的 不是回到经讲 我说这个经是精确 精准 精烈 到考前 一个月 或者再多一点点的时间 是要突出重点 我们就知道 通过考前的信息 我们怎么着 明确考试内容 重点突破 重点记忆 茶漏不缺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怎么着 轻装上阵了 这四部的学习 希望我们同学 能够踏踏实地跟下来 那有同学说 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日期 有的 你找你的班农人学校 就可以了 我们中页 给大家做了一个 详细的学习计划 课表 你只要踏踏实实地 跟着我们走 就可以 而且我们走的过程中 不是你自己在走 也不是怎么着 不是你 怎么着 你自己在家走 我们就不管你了 是怎么着 是我们有直播课程 有我们的 这个班农人老师 及时地督促你 我们通过直播课程 让你知道 你和其他同学的一个差距 然后这样了 怎么着 通过动态控制 对比实际值和计划值 如有偏差 要及时的采取 纠偏措施 对不对 所以说 要跟住了我们的学习计划 对比实际值和计划 对比实际值和计划